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英文当中一般将来时的用法 一般将来时有四种的呈现方式 第一个可以用will do来表示将来的动作 第二个是用be going to do来表示一个将来的动作 第三个是用现在进行时be doing来表示将来 第四个是用一般现在时do or does来表示将来 这四个形式有它们对应的意思和用途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首先大家搞清楚一点就是一般将来时可以用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future planning 它是受人为决定控制的 是受人为控制的 第二个是future prediction 表示对未来的预测 预测的行动和预测的结果是不受人为的控制的 它有两大意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此基础上我们看一下future prediction对未来的预测 在表示对未来的预测的时候呢 只有两个一般将来时的形式可以表示 它们分别是will do和be going to do 当我们用will do来表示对一个未来动作的预测的时候呢 这个预测是基于我们主观的意愿 主观的一些观点的 而当我们用be going to do来表示对未来的预测的时候呢 这个预测是基于某种客观的事实 有某种客观的现象作为依托来预测的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The jury members are frowning They convict the defendant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里应该是用they will convict 还是they are going to convict 好这边答案呢 应该是they are going to convic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客观的现象作为依托 就是我们看到了陪审团的团员 The jury members are frowning 他们在皱着眉头 有他们这个facial expression 他们的面部表情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是对这个被告持有一个怀疑态度的 所以呢 他们会定罪被告 convict表示定罪 因为我们有客观的一个evidence 一个现象作为依托 所以呢 这边呢应该是用be going to do 来表示一个对未来动作的预测 They are going to convict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e jury's attitude I think they convict the defendant 第二题的答案就是 They will convict 第二题跟第一题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题讲的是I have a bad feeling 讲的是一个主观的感觉 主观的感受 它是没有客观的证据作为依托的 所以呢 在表示主观意愿 你的subjective feeling的时候呢 以这个作为判断依据呢 我们就用will do 来表示一个对未来动作的预测 三到五题为练习答案 会写在信息栏当中 那除了表示future prediction之外呢 一般将来时还可以表示 future planning对未来的计划 那计划呢就是受人为主观控制的了 那它有四个表达方式 分别是will do be going to do be doing和do and does 那这四个形式呢 是从一到四按照肯定确定程度而排的 will do是表示最不肯定的一个未来的安排 而do and does是表示最肯定 最confirmed的未来的动作 will do可以表示两个对未来的计划 第一个是表示你说话的当时做的一个未来的决定 decision on the spot 就是on the spot 意思呢就是当场当下 你当下做了一个很突然的对未来的安排 我们可以用will do来表示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一些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 例如年龄 比如说我明年18岁了 I will be 18 next year 下一个be doing 用现在进行式表示将来是一个更加肯定的一个未来的动作 因为呢好像你在说这个未来动作一定会发生 似乎仿佛它在现在已经在发生了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通常用be doing来表示 将来呢都会有一些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 with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比如说this Saturday this weekend等等这些字眼 最后用do and does来表示将来呢 是讲一个非常非常肯定的动作 非常可靠的未来的动作 比如我们可以用它来讲一些timetable events timetable actions 比如说像是火车飞机的时间表 第二个在从句当中 在例如if when as soon as in case 这些connectives这些连接词之后 表示将来的动作呢 也会用一般现在来表示将来 那我们知道一般现在时呢 通常讲的是一些习惯性的动作 一些稳定发生的动作 所以呢用一般现在来表示将来 也是在说那个将来动作非常可靠 非常稳定它一定会发生 所以呢这四个表达一到四 是按照肯定程度由低到高而排列的 我们看一下练习巩固一下记忆吧 好练习的第二部分on future planning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一道五题 那这边呢是一个conversation between Carey and Diane Carey说Palmer第一题 答案应该是will be 因为刚刚讲到了will be 是可以表示一些irreversible trend 一些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 例如年龄 那表示年龄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will be So Palmer will be 30 this weekend There is a party for him And I 第二题 And I am going 是正确答案 因为呢这边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This weekend I am going 用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 当我们看到确切的时间的时候 第三题 When and where 那这个party呢应该是事先计划好的 表示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决定 我们用be going to do When and where is it going to take place 第四个 Sounds good to me I 答案应该是 I will come along 这边我们可以看出 Diane是临时才决定去参加这个举会的 所以呢表示一个on the spot decision 一个临时的对未来的计划呢 我们用we'll do来表示 第五题 应该是 When are you leaving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 Carry答案当中 他说 I'm leaving at about six 由答案 由问题的答案 我们可以推断出问题本身的事态用法 这边呢应该是用 现在进行时 When are you leaving 上下六期 我们一起看了吧 因为只有两题了 第六题 很明显这边讲到飞机的时间表 应该是 The flight leaves at around 10am 第七题 也非常的明显 因为它出现在as soon as之后 在这些conductives之后呢 我们会用一般现在式来表示将来 所以第七题答案应该是 As soon as you arrive in London 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这个表格呢 就是对将来是一个很精确简练的一个总结 大家不妨多看几次 然后在做席题的时候呢 多加巩固 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 下次呢我会来讲一讲定语从句 在英文当中的用法 希望能 俺仲在犯他 明白了吗